我不管了,我就是要說出來 我管你們去死了 以前跟我常合作的健哥 老吳 當年我們在合作的時候,我也是一頭霧水 旁邊有一個Angela 後來冒出一個陳孝萱 後來又冒出一個薇薇姐 她的愛情觀到底是什麼,我也看不懂 這些對我的負面影響都是很強大的 然後 現在這幾年,她很敢說嘛 就什麼事情,她不最大,她贏嘛 最近她在講她謝和璇什麼 告贏了,拿了幾萬塊 我也覺得很悶,很不爽 可是孩子也剛出生 你在那邊講著幹嘛 炫耀著著幹嘛 你這麼厲害 你為什麼不去 鼓勵人家,照顧人家呢 你要告人家 這也是某種,我詮釋不是嗎 這不是嗎 她很會講嘛 就我了解 她是一個欠錢不還的人嘛 那這樣的人品 就算她沒有做一些點點點的事 但難道她不是點點點的人嗎 另外一種 收視率很高 節目很長壽 人氣很高 我有時候都覺得這殺小 然後 當然有一些是聽來的 在森迪家 大赫哭著回去 我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還有那個鄭國成的中餐堂主持節目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我的好朋友 好兄弟 婚內出軌啊 後來形象也好得不得了 好到現在 為什麼就我跟小S 形象變成那樣 你的形象都這麼好 舞台劇一場又一場 哇 你們不都很厲害 你們不都很屌 你們不都很幸運 我看到前幾天 唐老師在講 哇這一波會兩年多 我就在想 雖然有沒有秘密 我現在講的不是me too 有沒有傷害過別人的秘密 也是 也是大家 普世價值 不認同 就像我講 憲哥的 那個愛情的國際觀念 也影響我很深 然後最後這幾年 在這些年 他的大哥 什麼事情都被 說成他想要 這樣對嗎 這樣對嗎 我不知道 你們覺得對嗎